來 軒龍為什麼想要報名當志工 其實我也是一個人出的第三代 然後其實因為我家人其實都有在做志工這個生活 然後看著他做然後後來想說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做志工就是付出這個方法 這個也是個不錯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就當我看到網路上有這一個卷程 就是來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就想說來試試看說 那個自己可以怎麼樣 自己的努力可以看到自己的努力 那你來當志工之後看了展覽有什麼一下 有什麼一些感想 感想 就是 就是其實 就是我們看到展覽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很大 但是如果你自己慢慢看的話 其實它的內容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那你覺得對你而言最有感覺的是哪個展區 展區 最觸動你內心的 或是你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你覺得看到他就一眼難忘了 或是動不動想要再走去那邊巡視的 其實是那邊的播放影像的時候 就是在播放影像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可以 那個每個人共識就是不一樣 但是大家 就是大家 每個人最後想的事情都是一樣 他們就是很想不去 就是 因為新人就是一輩子都看不到新人 那你如何推薦這個展給你的朋友 怎麼樣去把這個展跟你的朋友講 讓你的朋友想要來看 就是 可能讓你自己的專業有關系 就是因為我專業是設計的 就是也可以推薦他們 讓他們來過來看 也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 人家如何設計 對 這個場面怎麼設計 怎麼樣的 那個怎麼樣的一個 版面 看起來會讓你比較可惜 好 謝謝你 謝謝